看哦 你怕哦 你没有去做哦 你不知道其实他的奇迹会在那边的你懂吗 对吗 所以 第一啦 我觉得 upline很重要 因为如果 upline不在的话 我也不会讲嘛 对不对 第二 你要杠杆去 杠杆去 OK 越多一点人 来做大一点的东西 你小小的 蚂蚁几只这样啊 其实你看不到东西的 OK 但你做一个大的啦 怕嘛 怕一次 失败嘛 失败一次 对吗 OK 但是如果成功呢 成功一世人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一场 我跟你讲 这一场 这一场house party 当然80圈是很好嘛 对不对 他不只给我很大的信心 也给我的 upline很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也是没有试过嘛 对不对 他有更大信心的时候怎样办 他会帮助你更多嘛 对不对 就这样啦 所以就因为这场house meeting 这个house party呢 OK 我就成为了 给我按一下 OK 我就成为我第一次的这个营章 所有producer 还有呢 我就 更大胆了 找我的家人 通常家人是自己男的嘛 对不对 OK 就找我家人讲 爸嘛 我的upline来要说你们一些东西 就说了 一开始你看 好像很凶这样啊 但是一拿出Noxas 就开始在那边帮忙了 所以家人是吗 肯定啊 你找他做这些东西啊 他家说 你不是很会主 我帮你一下 就这样 OK 他们就OK了 就是因为这些这些的活动 OK 我就从28块 赚到 8000多块 不错嘛 对不对 多少倍 40倍 20多倍啦 20多倍啦 也是不错啦 我觉得 对吗 OK 那时候呢也是因为这样 拿下我的第一次的营章 这样我就想说 营章都拿掉了啦 OK 这样应该是 一方分顺 对吗 人家看是一方分顺啦 OK 但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这个在海洋那里漂 I'm lost 为什么loss呢 因为当时候我 来达标我的这个营章 的时候 我没有再下 第二个目标 这样当你没有下第二个目标的时候 马世界回下去了 什么都没有做了 对吗 所以呢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样东西就是说 你一定要 巩固 你的why 我当时候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why 我想说 我想赚更多钱 赚多少 随便啦 对吗 OK 我没有一个 真正要fight的一个目标 我要fight的目标是什么 要当21 当21攻 没有啦 随便了啦 对吗 就这样 但是你还一定要巩固你的这个why 因为 这个 为什么这个why呢 是我可以跟你讲 在你 安利旅程中 最重要的 你成功还是失败呢 就是看 你有多保护这个why OK 还不了解的 不用紧 可能你们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一个 地步 到时候呢 你一定会 开窍 一定知道 其实 提前听到的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 人家跟我讲 你一定要有一个 strong why 我在想strong why 为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 我处理明白 OK 第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要信任你的这个upline 今天 我可以讲说 我 有一个 硕士学位 我的upline可能一个 本科 degree 这样 以这个学历来讲 我比他好 我比他厉害 做其他生意的经验 我也比他多 OK 可是呢 今天 不管你是怎样的话 在案例里面呢 你的upline肯定是 比你多更多 对吗 经验肯定比你 多 花的时间 学习 也是比你多 所以呢 我们 OK 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信任 我们这个upline 他们说什么 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吗 可以 但是还是要去照做 啊 就这样 OK 那 好 这样我当时候 就是上个隐藏过 我就没有说什么了嘛 对不对 OK 然后我就 跌求下去了 然后在那边forward OK 还没有死啊 OK forward了 OK 扶了很多 很长的一段时间 呀 突然间我就想说 其实我在这里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 来 收入 案例的收入还可以 因为它是 多余的嘛 对吗 但是 我觉得 如果每一个星期都要在 中心那边 来学习 都要花我这个可能两个小时 再去做一些appointment 一个星期可能我花一个10到20个小时 of我的生命 来经营案例的话呢 为什么我不要 花同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要赚更多 对吗 像当时候呢 我就 下定学生说 OK 我今天就要上 白经 OK 所以我上白经的时候呢 做了什么 OK 这个其实 你可能会听到 yan 可能听到 你 因为呢 都是一样东西 来做什么呢 其实做 你要做很多appointment OK 这个就是我跟我的 upline 去槟城我的亲戚家 做 的一个appointment then OK 分享artistry也是我会分享 OK 这个是我跟我 downline 来在我的 孩子的小学 因为他们有课外活动 继续 他的小学那边 等他们的时候 在那边做 OK op 之类的东西 OK 啊然后这个呢 也是OK啊 撞了我这个 E-Spring的这个啊 撞了E-Spring过后呢 就再跟他们分享其他产品啊 来啊之类的都是在做 做 case 做 appointment 之类的 OK 当然还有很多 都是做的 但是unline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闷的啦 OK你做了 但是还有玩的吗 对不对 啊有时候我们就去 OK啊 用protein啊做一些 果汁啦之类的东西 我们去爬山啦 来啊我们 这个是在mus 的时候 OK 你现在mus在更定吗 我们注意玩对不对 啊 我们就 晚上 你还没有睡觉的时候 我们先去一起做mask啦 之类的 还有做bubbleq之类的东西 我们都有玩 除了玩以外呢 来我们有group work 这些照片呢都是我的团队做的 我没有在里面 OK 这样的话呢 unline的系统呢就可以照顾到 我们的事业 对吗 OK 当然 做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学习 很多学习会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 中心会议 我们 接下来 这个weekend也是有一个大型的这个rally 对吗 上个weekend还是有我们的diamond recognition 很多活动给我们去 参与 有些要付费 有些是免费的 全部都要去 不只要去 你带买一两个 带买一个团队去 会更好 对吗 一起学习 很好玩 当然 也不要忘了 要 要跟你们的 opline counselling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 如果你去外面打仗的话呢 回来一定是偏体零赏 肯定的 不是 给肉体也好 心灵也是会受创伤的对吗 有时候人家拒绝 有时候有人讲话不是很好听 有时候可能我们expect到的比 现实发生的更高 对吗 这样我们去counseling 看 其实我们有什么可以更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羽毛球 一个 李仲伟也是有一个coach 对吗 这样我们需不需要 我们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虽然coach 因为李仲伟当然他的coach没有他打得更厉害 可是呢看到他的盲点 像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盲点 像我们的 upline 他会 指导我们 有时候可能一句话 点心我们 这样整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吗 就这样 到现在 OK 我 我太太的每一个 每一个月或者每两个星期都会 去找我的upline 虽然我们时常见面啊 那个不一样 我们还有一个 特别的就是 专门 就是counseling的一个 一个time Alright 所以因为这样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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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19年 9月的时候呢 我 就在 Qualify Silver Producer 那不止这样 OK 因为当时候我要做platinum的时候呢 我太太也跟我讲说 我要做platinum 这样的话 来很多人跟我们讲哦 哎呀你们两公婆一起做肯定是比较容易的啦 我单身呢 怎样做 Sorry啊 我跟我太太 每一个人一个account 所以要做的话 还是要 是一样要做的 因为他做 21% 我还是要做一个 21% volume 对不对 所以是 还是一样的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或者今天 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你的丈夫 老婆 谁都不要跟你一起做的话 不用紧 你还是可以做 因为呢 我 做到 后面的领导人 做到 我太太也是做到 所以你们一定做到 OK 所以当时呢 OK就是 OK unless 我可以讲真是很好啦 OK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收入 我太太也是有她自己的收入 在家 我们还是 有工作 所以呢 每一个月 四分收入 是很好玩的 月底我的公司给我钱 我太太公司给她的钱 月中安利给我们钱 还没有用完就 又有钱进来了 这很好玩我跟你讲 所以你们要体验吗 你们要体验的话 你们就很努力的去 做安利 就这样简单 对吗 但是 做安利 这样容易吗 OK有没有挑战 有的 OK 这里啊 底下我讲一些挑战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们感同身受 或者没有经历过的话 你们自己举手啊 OK 我们来看看一下 OK 挑战 我们有什么挑战 OK 因为我们 我们在经营安利 经营安利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孩子 OK So 时常 会有朋友 会有亲戚 会有自己的家人 跟我们讲说 孩子很可怜 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陪 对吗 因为我们 去做case嘛 这样孩子要 可能放在我的 岳母家 放在我妈妈家之类的东西 有没有 其实 没有 我可以跟你讲 孩子可不可怜 其实不可怜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虽然他们看到的是 我们没有陪伴孩子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东西 就是说因为安利 给我们额外收入 给我们更多选择 我们 孩子要去哪里 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哪里 这里甚至 带 然后带我的 就是 我太太 Carmen的 妹妹 还有她孩子 一起去运顶 我们可以全包吗 可以 没有问题 对吗 然后呢 孩子喜欢去 上面 OK不用紧 我们就去拿他的 Anno Pass 对吗 来 一家人我们四个人可能应该是花3000多块 但是OK啦 我们就时常去咯 OK 就带他们去 他们要喜欢玩水 我们带他去玩水 他们喜欢去旅行 我们就带他去旅行 OK 然后这个就是 Johor Legoland OK 然后呢 他们 假期 可能想要去一个OK 领导 什么领导营之类的东西 领袖营 我就送他去领袖营给他去体验 要去成长 所以孩子需要我们时常陪他吗 不需要 孩子需要怎样呢 需要我们 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 他们需要看我们努力 他们需要看我们时常 虽然是没有已经是没有读书 但是还是在 成长 这很重要 对吗 所以呢因为我们在做案例的时候呢 我们带我们去做Case的话 我们也会带他们去 所以他们也会 来跟其他 给我们的同胞 一起 玩 他们会交更多朋友 所以今天呢 他们去哪里呢 他们要交朋友很容易 因为呢他们看到我们 时常出去 认识朋友啦 然后我们也带他去认识他们的孩子 好 除此以外 去年OK 我太太生了我们第三个 OK 我这个女儿 我觉得很幸运啦 因为还不到一岁就有Passport 还不到一岁就坐飞机 OK 可能他以后不知道 不记得 可是没关系 我们有照片 就带他去曼谷 OK然后呢昨天 今天是他生日 所以昨天呢我们就跟他庆祝 OK 就一起庆祝 So 阿姨给到我什么呢 阿姨不只给到我钱 阿姨不只给到我时间 阿姨给到我 陪伴孩子 看他们成长的一个 OK 选择 OK 你看后面这些 OK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我们拿去print的 后面的背景 这些什么东西 是我亲手做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 因为 9月的做完了吗 这样有时间吗 就去做了这些东西 太太讲要 要去找人家做 我讲 花了几百块不要了 我自己做 OK 这样我自己去做 这个是安利给到我的一些自由了 对不对 那 接下来 有人跟我讲 没有朋友我怎样做安利 对不对 各位朋友我跟你讲 其实不是你没有朋友 OK 看不到了 这个不是你没有朋友的关系 而是你对你的朋友圈的态度是怎样 而今天你看你Facebook 有没有几百个人 肯定有几百个人 甚至有些人有几千个人 对吗 你看你IG有几千个followers 至少 OK 像你有没有朋友 其实不是你没有朋友 是我们怎样对待 我们怎样看我们朋友 你小学 中学 大学 至少都有几百个 你认识的啦 但是你讲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去 接触他们 对不对 那我想跟你讲就是说 安利需要很多朋友吗 不需要的 因为 你在你 做安利之前 认识的朋友不会再增加 你只会在你安利做 你做安利开始 才会更增加朋友 因为我们可以学会认识新人 新朋友 我们可以 学会去接触 更多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在安利里面 就认识了很多 不一样的朋友 这些 除了明天以外 还有我太太以外 我是在安利之前 不认识的 OK 当然不止这样 这些 都是我的下线 OK 这些我全部都不认识 OK So 我想跟你讲就是说 其实今天 要做安利不一定要 有你的好朋友一起做 但是你可以 认识性的好朋友 对吗 当然 OK 我打工这样多年 我从来没有跟过我的CEO 我的president 做friend过 对不对 那在安利呢 有这样的机会 OK So 你在做安利的时候呢 你就有很多机会呢 跟我们的这一个 Managing Director 拍照 跟他聊天 OK 即使是10分钟 10分钟其实是很够了 因为他是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讲的东西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OK 这样另外一挑战就是说 有些人就讲 生活这样惨 你需要兼职 对吗 我的太太他是在银行做top sales 收入很可观 我在大学教书 收入还可以 OK 我们需要兼职吗 其实不兼职是OK的 可以过 但只是可以过 对吗 会不会惨 其实不会惨的 可是呢 我们还是选择做安利 为什么 因为不是因为生活很惨现在 而是 不想以后因为没有办法而惨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1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说疫情会来 没有人知道说他疫情的时候还会 失去 失去赚钱的能力 甚至 没有花红 没有 加薪 之类的东西 没有人 想到会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 我不想以后 有这样一些风险 我也不想以后有 很惨的可能性 所以 我们两个就决定了 要把 安利经营得很好 所以呢 其实也没有怎样惨啦 因为 我朋友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讲说 你做工的就是做安利 做工的做安利 weekend就是做安利 什么都是做安利 不像我这样 我拜一拜三拜我去clubbing 拜一礼拜去cafe hopping 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还想跟你讲 其实我们也是有 来去比较豪华的一些地方 这些 不是我们消费不起 而是我们选择 不要把 钱跟时间放在这一边 那为什么我还去 去这些地方呢 因为 还是跟 安利有关 OK啊 我们就是跟 一些领导人 OK 那边 这是一些庆功宴 我们也是有的去 KLCC KL Tower的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去见黄根大使 我们 还是有享受生活的时候 可是呢我们就选择 把这些时间 来投资在 给有更有 价值的方 方面 OK 这样 另一些人就讲说 安利真的可以约路过湾吗 这些Auntie 我的婆婆 我的阿嬷做的那些 还看不出 安利 安利的人很有钱哦 有没有这样 我们看安利的人其实很普通人嘛对不对 OK 这些不是我的照片 这些是我太太朋友的照片 时不时就 说一下你的Rollex 什么 这样啦 时不时就说你 LB包包 之类的东西 这样我们做安利 没有这样的一些照片怎么办 对不对 你有看过吗 你有看过我们的Diamond啊 我们的 I don't need to post过这样的照片吗 我这样没有看过 有看过 静静 好 我可以跟你讲 手指啊 不用手指 其实 OK 就是 可以跟你讲说我们很多朋友啦 他可以很 成功 可是呢 没有被表扬的 在公司做了几厉害几厉害 但是没有recognition的 对吗 OK 所以因为没有表扬了 所以只好 在媒体 是媒体要被炫耀咯 我做这样辛苦 我买这个包包 没有人看 没有人讲的话 买做吗 对不对 这样post一下 投一下like 这样也是好吗 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们在安利 不需要这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有 OK 这个recognition吗 都有表扬会吗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 有些人是很可怜 他们穷到 除了炫富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 真的 我一些朋友时不时就这样 我们可怜他吗 其实我也没有讲可怜他 只是说 很可惜咯 对不对 OK 今天 在 我们散会之前呢 我有一些东西 我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礼物给你 可是呢 一些 idea 一些 OK 我觉得我在这几年 做安利的时候呢 我学到一些东西 我要share给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 你可以记录一下 你可以去 OK 记得 OK 第1个 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 你到底值多少 有些人想回答一下吗 不敢讲对吗 因为 第1 我也自己不知道我觉得我值多少 第2 我怕我讲太高 有人笑 第3 我觉得 我怕 OK 我讲太低 自己不尊重对吗 但我可以跟你讲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的话呢 你 工作的收入 是其他人给你的 你今天你老板不要给你超过3000块 你就拿不到超过3000块 你今天你老板不要 给你8000块 你就肯定拿不到8000块 但是今天你在安利 做的 你的安利收入是你自己 给自己的 你下个月 想赚2000块 你就做2000块的 工作 你想要赚 1万块 你就做 1万块的工作 就这样简单 对吗 Emily跟你讲说你刚刚进6个月不可以赚超过1000块吗 没有这样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你有本事你去哪 是这样的 对不对 第2 你今天出去外面 你看 一排店 关了 多少个店 不要讲多了我们去这个正方金这样来讲 换了很多店吗对不对 OK 这边下面 维维那一间 换了几次 三次应该是 OK 这样一排店里面 关了一两间是很正常的 那些 OK 可能这些对一些 经营者的领导人 如果你的下线一两个离开 其实还可以啦没有问题的 是很正常 OK 但是 他们离开就好你不要离开 因为你离开的话呢 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第三 很多人是很有权 或者他们没有权 OK 我记得说 OK了有钱就好喽没有钱不好 对不对 但是我给你讲最糟糕是我们这种 不上不下的 为什么不上不下是最惨 因为 我们要 要这样生活OK 这么需要不要这样辛苦 对不对 但是你不不要的话 又想要的生活又得不到 是不是 很 我觉得很辛苦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想去做 想去拼的话 有时候 你觉得说不要拼 很辛苦啦 不用啦不用啦 OK 没有拼的话 你 看到 没 最近刚刚看到 安利 Post了那种 Founders Diamond Diamond的照片 来 你想 怎么 上面的照片不是我 对不对 尤其是看到你的好朋友们 上那张照片的话 你更加暗嘴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说 我们这样的 有工作 但是收入还是OKOK不是很高那种 我觉得是最强 所以我们一定要跳出这种框框 OK 无论如何 还是要很拼的去做 OK 其实我们也需要 身在福中 要止福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DVI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不对 可是 往往 有时候我们 来几次过后 或者我们一直来一直来 有时候会麻木的 好像 今天 下雨啊不想来啦 或者是 又想到说 来来去去好像是讲这同样东西喔 不来一天OK啦对不对 当然我跟你讲其实 我们的这个中西会是很重要很重要 虽然是说我们来的时候 每次讲东西可能会有 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们今天来了一开始是来学习 接下来呢 不只是要学习新的东西 而是 来 我们要 OK就是 要把我们 来融入进一个很好的环境 来 来自己来充电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 OK 前人众树后人乘良嘛 我们这个DVI中文组 是我们 Kogbun老师 Shaytan老师 Kalim老师 Lithjongkjong 还有Josley老师 我们这些钻石老师们 很努力 来去 来 把我们 这个DVI中文组呢 搞起来 OK我们的DVI 有我们的 Dr. Isis 还有我们Kazala 也是很努力的 把它 搞起来对不对 这样 我们有像他们这样 听过吗 有像他们这样努力过吗 好像是还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只是来这里 OK咯 坐Aircon 来看看一下东西 OK 但是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因为 以前 我们很多领导人 他们很努力 之下 给我们创这些东西 我知道因为 虽然没有看到DVI这样成长 从以前到现在成长 但是我知道很多钻石老师 他们 要做他们自己的中心会议的时候呢 得一些风风雨雨 所以我知道说DVI要建立到Sitting Can 这样呢 其实是很不容易 对吗 老师 是不容易了 OK 所以 我向大家 代表大家 谢谢我们的Diamond老师们 OK 所以 中心会议呢 其实不是做给别人的 是做给你自己的 OK所以今天你在做在这里呢 你要知道说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东西 都是做给你一个人 OK 因为呢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融入在 比我们更强的人 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会成长 如果今天你在这 整个 房间里面呢 你是最 聪明 最有智慧 最有经验的人 OK 所以今天不是你成长 是其他人成长嘛 对不对 OK 所以你要知道说 我们 不需要 当这里 最厉害的 但是我们可以向 最厉害的人学习 OK 所以呢 台上一分钟呢 就 台下10年工 你不要看到说 Diamond Emeral Servire 甚至 OK我在这里跟你分享 好像 什么都很好 这样 大家 付出的 跟你一样 大家经历的 辛苦 都是跟你一样 大家 OK 流的汗 血 泪 全部 还是跟你一样 可能甚至Diamond会更多 OK 所以我们从上看到 人家分享很好很好 之类的东西 我们也想像他这样 来 要想像他这样的话 你就要 跟他 付出的一样多 这样简单 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呢你可以 给自己借口 这样我可以保证 你是导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OK所以今天回去呢 你可以去决定 你在这里 做了两个小时 OK 你要 消耗你的 生命 还是你要把这两个小时当作一个投资 让你的 价值 变得更好 让你可以做把案例做得更大 OK 最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有梦想是一回事 今天你想说我要做钻石 我要做Platinum 我要做20亿 一回事 去追梦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可以 敢发梦 但是我们也要有 行动 所以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我们掌声不要停 来谢谢我们的 创办人白晶 那么够够力的分享 真的掌声不要停来感谢他 大家他的 分享 棒不棒 棒 YES 对 就是要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创办人白晶 Leslie 对 真的 很棒 我看了 我听了 我自己都 哇 Oh my god 真的是 够够力了 又刷又会讲 又会 又成功 OK真的是 好 其实大家 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 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或是疑惑的话 其实可以去求证 那求证怎么样呢 就是把 找带你来的朋友 你做你个币的朋友 去跟他了解 更深入了解关于这个 这个公司 更深入去认知这个公司是怎样的 那这个事业是如何 这个平台是如何 那 之后呢也可以去参观下我们的公司 我们公司在这里 下面 now the road而已 很近很近走路 不会到 驾车才会到 所以一定要驾车 OK 好那之后呢 也可以去找你的创业教练 然后去跟他去聊一聊 去看一看 去 商讨一下 去看一看 这个事业的可能性 可以去跟他了解 是如何的 那之后呢 刚才Leslie 也是有提到 我们可以 到我们有一个讲线的之后 我们会 被表扬对吧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邀请 Adeline姐来为我们 正式主持这个 Congratulation 表扬换环节和WDD的毕业典礼 好 大家晚上好 好 非常好 Yes 好 你们 刚才听到很兴奋对不对 对吗 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Leslie大哥好吗 谢谢他为我们的分享对吧 我真的很赞同他讲的东西 那这个环节呢 交给我就是我们今天有我们的 我们的庆祝会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表扬之业对吗 对 你们还有没有在的 有在吗 有 OK 状态要好一点好不好 好来掌声 好 那我们有 我们每 每间一个三个月的表扬呢 这一次呢 那我们有一些 人有突破 那等下他突破了 念到他名字 请他上来的时候我们一起 喊一个 你最棒可以吗 先练习一下先 你们这样子好像不是很行 可以吗 来 1 2 3 哈喽 哈喽 你们是在做什么 再来一次 1 2 3 最棒 好然后掌声鼓励他可以吗 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呢 是因为 今天我们鼓励 其他人 那下一次还有很多人鼓励我们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 我们先邀请 一个掌声和 我们站起来我们邀请我们的 Shirley蛋老师 对 来我们迎接我们的Shirley蛋老师 对 为我们 等一下要颁发一些小礼物 好 那我们的camera准备好了吗 Jasmine 准备好 我们给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AV组的一个掌声好不好 你知道今天的AV组都是女生 诶 下次男生可不可以自愿来帮忙一下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这个屏幕 有吗 他需要时间 好我们先恭喜第一位 就是我们的Li Hong Leung 他是一个台风师 他推荐人是 Jarred Yu 但是 他今天没有来我希望他在 在线上有看到我们 OK 你们掌声 鼓励他嘛 好不好 好我们有第2位呢 就是Erin Paul 来我们一起Erin Paul上来 那他达标了6% Erin Paul也是我们的 WTT的新学员 是吧 算是新学员对不对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谁 好我们还有新科特博 BSI Elston 太棒了 好我们一个掌声 谢谢我们的钻石 好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WTT呢 到昨天为止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们两个月的WTT 有参加的请举手 大部分都有参加 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好吗 我知道这两个月 容易吗 不敢回答我 不敢回答我的意思就是 有可能有些人是觉得容易的 他看到没有人回答他不敢讲 对吧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难 但是他想回去又好像不是很难 又不好意思讲对吗 是不是 是吼 所以 应该是说我们WTT好不好玩 好玩吗 好玩 当然我们有条件 还有一个 谁 哦 还有一个 但是他有来吗 他没有来 那我们掌声让他在线上看到 有一个星赫3% Ong Si Ping 是Sephani的伙伴 Sephani在哪里啊 Sephani的伙伴 很好 OK 所以我们WTT 两个月结束了 那我们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起点 我不能讲那个是终点 对吗 这只是另外一个起点而已 当然有条件吗 还记得WTT的条件是什么吗 多少 100分才算毕业对不对 对吼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谁毕业好不好 先讲啊 毕业的人 不要跟我骄傲先哦 因为我们下次再站过好不好 我们要比我们这一次更强可以吗 那还没有毕业的你也是要来站过可以吗 就让下一次的WTT毕业一下可以吗 可以好 好那我们先准备一下我们的框框先好不好 众里帮我拿那个 Sephani莫名的兴奋 好 那我觉得你在这里给他们 你在这里协助他们 好 那么像以往这样子好不好 还记得以往是怎么样吗 我们自己 为自己的 你没有来过 为什么 好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成就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努力 飙上去然后挂上来让大家一起去认同和肯定好吧 好吗 好吗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邀请今天晚上的主讲嘉宾 Lesslie Cole为我们 做这个颁发的 嘉宾 那我们第一个先邀请上来的呢 那我跟你说毕业的人赚到了 什么 什么 哈哈哈 我说 我说 我说你们 毕业 毕业的很有 有一个benefit 就是说 可以跟帅哥一起拍照对不对 好好好我们看一下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OK不要激动 第一张是谁先 好我们恭喜Ashley 哈哈哈 好让他自己挂上去 好来唱第2个 谢谢 来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有 Azmina Azmina是我们 WTT 我们有两个马来人来参加 NASA是其中一个 很棒喔 好下一个 接下来 LiAnn 好 好 那接下来还有谁 还有Emily Emily有来吗 没有 好 他的上线是谁 Niklas 好那我们请上线来带拿 来帮他挂上去好了 我们下线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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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下一个 下线是谁 Sharon Sharon 好 我知道Sharon在线上 她的 她的上线在很忙啦 等下我再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耶 恭喜Sharon 恭喜Sharon 好 下一个 我們恭喜Stephanie 她整個臉紅了耶 她是臉變黑了 這我就好笑了 好 來我們看下一個 夏孫 夏孫 她是一個聾雅人士 但是她也完成目標100分 但是她今天沒有來 然後來下一個 Christy Christy也是我們第一次參加WTT 對嗎 第一次喔 好 再下一個 阿絲 好 再下一個還有誰 好 再下一個還有誰 還有Emily Emily 賺到了賺到了 來 下一個 這是拉伊 來給她一個掌聲 拉伊也是一個聾雅人士喔 所以我們會在她的聾雅人士的meeting會頒給她 她今天沒有來 恭喜她 好 下一個 一個 2 2 1 EVE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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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來 下一個 我們還有Jasmine CINDY 給妳摸久一點 好 謝謝 來 下一個 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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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接下來還有誰 還有HARRY HARRY一直都是我們的突破者對不對 那HIGH是一個龍亞人士 這一次他也達標過關 所以給他一個掌聲 好 下一個 好 接下來還有蘇大姐 蘇大姐有來嗎 沒有 我們讓他的上線來代表好嗎 蘇大姐的上線是誰 誰 OK Sorry啊 忘記了 好 好 那來 再看還有下誰 蘇大姐 好 接下來還有誰 修祖老師 好 再來還有誰 還有我們的 Sherry大老師 我跟你說 Sherry 哈哈哈 每一次我們 WTD Sherry大老師給我們滿滿的力量 對嗎 對 他真的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對嗎 對 OK 還有嗎 再來看一下 好 我們的Ju Ho老師 有來嗎 沒有 那我們由他的下線來代表 哈哈哈哈 他的兒子來代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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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嗎 沒有了齁 OK 好的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嘉賓 好 你們還不要多一個福利 等下我們全體照 叫嘉賓上來一起拍照 我幫你邀請 OK 好 那我們今天 這一次的這個WTT真的很棒 大家都 我看到大家都在很 拼得你死我活有沒有 有認真玩的就拼得你死我活 沒有認真玩的就是 沒關我是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但是呢我希望呢 每一次的WTT呢 可以讓自己更進一步 可以嗎 那要不要知道我們呢 整個WTT的總分數是多少啊 不是總分數啦 就是我們突破了多少 要不要知道 要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都很努力 對吧 那如果你自己覺得不夠努力的話呢 下次再加把鏡好不好 那心上的朋友 我要認真和嚴肅的告訴大家 我希望線上的朋友都來線下 來參與我們這一份興奮度好不好 給他們一個高個力的掌聲 好 那我們打開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兩個月的這個 WTT的結果好不好 那我們WTT 3.0呢 已經總共 總結下來呢 我們Demo加OPP的場數 一共是201場 很多 然後再來我們Demo的場數 一共是227場 所以WTT呢 基本上就是在講的就是Ping那個場數 像剛才我們的分享嘉賓講的 就是用行動來證明一切東西 對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目字呢 不是我們一個人的 而是我們全部人的 所以給我們大家一個掌聲好嗎 好 再來下一個 再按多一次 因為 ok 就是這一個了 那我們總共呢 這兩個月裡面呢 我們總共推薦 聽好喔 不是推薦而已咯 是推薦加上用上 最少一張的Voucher 就是有效推薦呢 一共是101戶的 直銷商 ok 那我們總共推薦了 158戶的新的直銷商 所以兩個月 我們就意思說 這兩個月 我們大家一起成長了 158戶的新的直銷商 恭喜大家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呢 這是大家一起 衝的一個目標 對嗎 對嗎 我們知道大家的那個目標 是要去哪裡 去歐斯卡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次的WTT 只是一個逗號而已 我們下一場會在哪裡 你們到底清不清楚 哈哈哈哈 我們下一場在哪裡見 BTC BTC對不對 好 我們打開我們BTC的slide 有嗎 對 最後一張 有齁 好 那我們接下來 WTT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將會是我們的BTC的環節 在10月29號和11月5號 那我們 當然我們鼓勵就學員 一樣的來學習 因為每一次的BTC 將會有不一樣的火花 對嗎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有參加超過三次 有三次BTC經驗的舉手一下 有三次經驗的BTC 這是我們的 我們算是很有經驗的學員 那 上一次有參加的 上一次 第三次BTC3.0的 所以有參加的舉手一下 哇 很不錯 很不錯 我相信下一次BTC4.0會更多人參加 對吧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BTC是一個 讓我們可以認識我們自己 很多人呢 其實像剛才 我覺得剛才 那個主講嘉賓講的一個東西 很觸動我的事 其實在很多時候 我們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也不清楚自己要些什麼 不清楚自己可以要些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在BTC呢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自己 我們認定我們自己的一個定位之外 我們也可以認識公司 認識產品 認識系統 然後呢 準備這些創業 裝備過後 然後也更了解市場上的需要 那我們才知道說 這一個生意是不是我們要的 好不好 所以這一場呢 非常非常適合新加入的夥伴 如果他想更了解安利事業的話 我們歡迎他來參加這個BTC Basic Training Course OK 然後他當然是一定要參加了才可以來 可以理解嗎 沒有參加可以來嗎 不行 OK 好 所以呢 10月29號和10月5號 10月20號之前報名是這個價錢 10月20號報名是這個價錢 OK 那我們目前 只接受 offline先 online的 我跟你說 我們的BTC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的WTT真的很厲害 我們WTT的六堂課 你知道有人是特地每一次從檳城來的嗎 有從尼賴來的嗎 他們每一次上課都是這樣子過來的 所以要的人距離就不是問題了 對不對 對嗎 好 我希望在BTC見到大家 好 掌聲 我們就正式的結束我們的WTT 3.0 然後我們走向我們的BTC 4.0 那我把棒子 等一下還一樣東西 OK Sorry 還一樣東西 那今天呢 我要借用你們的掌聲呢 謝謝Jerald 你要站起來揮揮手 沒有人看到你 OK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今天特地做了一個蛋糕 來我們的這個表揚之夜 Woo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鑽石 我們的主獎嘉賓上台 来 对 那 需要啊 要不然我的手不能够 ok 那要唱生日歌吗好像怪怪的 哈哈 我想一下应该要唱什么歌好不好 我们统一一下 Jasmine什么 congratulation congratulation 大家可以啊 就把生日歌换成congratulation 各位所有WTT 毕业生一起上来 所有有参加 所有有参加WTT的 不管你有没有毕业了一起上来 来 来来来 那些没有参加的就帮忙我们拍照片啦好不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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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拜托你们拍照片啦 ok 记得Tank我们啊 哈哈哈哈 来这里这里 对对 要参密一点吗 来自己要确认自己的脸有在哦 啊 我们在前面这里 啊 我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啊 啊 自己找脸 自己找脸 哈哈哈哈 欸你们要讲一二三 一二三 好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请 主要生日期切 来切啦 很硬哦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这是特别环节 你还没做过来的 啊 Jerry做 我们谢谢Jerry好不好 再一次掌声给他 好 那我就把这个棒子交回给MC啦 OK 来掌声 谢谢 好 恭喜哦 刚刚说 对对对 不要断哦 大家掌声哦 来显示大家的诚意 恭喜刚刚的 突破者 对吗 还有得奖 得奖者 OK 对恭喜他们哦 好 大家真的生活了哦 还没有回家啊 他没有回家 可以容许我先 请Avi放那个 女人有约 好 接下来会是一点的宣导 关于 接下来下个星期的一堂课 跟我们之后有的一些活动 可以邀请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 男性可以邀请女朋友啊 妈妈 外公 对不起 外婆 OK 可以很好证明你们还在对吗 没有睡觉对不对 OK 对 这是一个女人 专门 女孩子 OK 就是变得更好的你 俗语有讲说对吗 什么 出得了厨房 进得了 平堂 对 还有在这里就是要 上得了 讲堂 对 就是这样 所以Adeline姐就是会讲课 对吧 所以俗语讲的那些 真的是 真的是对的 可是21世纪过后 我们要把这个历史 演变成 每一个女性都可以上台演讲 对吗 对 男孩子也可以 不只是女孩子 可是我们这个是找门佛 变得更好的你 你你 就是女孩子的女孩 所以我很期待的是看到可以看到大家 为什么呢 他不只是可以听到这个关于三立的女人 知道是什么三立吗 不知道 其实 我也不知道 所以 你们一定要来听Adeline 为我们讲解这个三立女人 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形象跟 穿着礼仪 其实大家都很美都很帅今天 可是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是一定要邀请身边的女性朋友过来 不管 不要是外公 外公叫外婆来 ok ok the other one就是 有我们在Diamond回应 会跟我们分享 关于如何去平衡事业跟家庭 相信有大家都在兼职这安立 或是还在看这个事业对吧 那其实呢 他会跟我们讲解 去分析一下 如何是把这个事业跟家庭 或是有些工作的呢 跟这个安立如何去平衡 找一个平衡点 那他如何达到呢 如何做到呢 我们是真是可以来看看 这个他去怎样分析 给我们知道 那时间呢 是在7点到10点 在10月21号星期六 在这个地方 大部分是这个地方 对吗 所以一定要邀请你的朋友来 不要男性啦 女性啦 男性 我们下次再约 the other one ok 不见不散 大家一定要来 接下来呢 就下个星期 我们还是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平台 不是平台 sorry 现在是同一个平台 可是 很诚意的邀请你过来offline 因为真是很好玩 真是不要错过 那offline的大家真是要来 那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大家会讲的是呢 如何如何去 有没有弟弟木坤 就会给我们讲解这个百大早餐 健康营养吃起来 我跟你讲 又他讲的话 你们那营养早餐 会喝到特别的美味 所以下个礼拜 带买Shaker一起来 要喝什么口味都一起带来 因为我们有四种口味 四种BOTEIN跟BOTEKEE 对吗 全部带完来 看他怎样餐给我们 我们知道哪一个最好喝 啊 okokok一定要啊 我们也带一起带 okok 我们去拍照 the other one就是 okthe other one就是讲 这个安利 有这个Loyalty Program 关于这个ALP 他魅力层是无法当 当你懂他的技巧如何去做的时候 我相信这里一定饱盆 到后面玻璃 看都看不到人了 因为全部人都会一起用着过来 有这个ALP Program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因为我这个 financial 因为我这个banker 为我们真正的去讲解关于这个 因为他对这个数字 对钱很敏感 对了 由他来讲解 真的是让你 跟你们讲 一块钱变成 多少钱你们自己来 ok 我不要讲 我不要讲 你们自己来 the other one 就有我们的Diamond Shelly 好像你看 我真的是Diamond Shelly 穿青色的 是美到爆 再配上这个新的Product 是这个Artistry Lab 我们最新的Product 先预告跟你讲一下 我真的是看你 我真的是amaze 讲amaze的吗 我跟你们讲 现在学我的样子是40岁 可是我相信 因为我这个青色的东西 立刻 20岁 哇 就没有啦 我们去喝茶 没有他是立刻 年轻8岁 变到 32岁 没有啦 你们再继续猜我年龄 所以呢 他会跟我们分享 关于这个 怎么样年轻8岁 用了这两支包 青青的东西 可是他里面不是青 他里面不青 他里面是黄 里面是黄 OK 你看 我们的领导是 没有年轻青 是这一关 这一关 这两关青色的东西 过后我们就是同样的时间 在这里是下个礼拜 相信大家知道 什么日期 10月9号 8点半 不是我 可是有更厉害的MC 在这里 为你们讲笑话 不是 不是讲笑话 是来跟你们做MC OK好 那 我们今天正式结束 可是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需要大家配合 如果大家配合到的话 我就解散你们 如果配合不到的话 你们继续留到11点 可以吗 好 那个很简单 很简单 对对对对 大家都是小学生 对 你知道极简单吗 就是我讲1 2 3 过后 大家配合就是直接拍一个掌声 罢了 一个掌声啊 不是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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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这样啊 也不是爱的鼓励 一个掌声 OK 够我们就可以结束 那结束之后呢 请大家把这个椅子堆跌在旁边 然后大家路上小心回家 我们下课一拜一千 不是我 可是之后会有我 不知道几时 OK 好 1 2 3 很好 谢谢 拜拜